请问大家多久没有玩大金龙了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首14本吊打满16的大金龙传奇冲杯 这一道的话呢 打得也是非常的快 只用了一分半左右就打三星 开启的话呢 也是选用穿云剑去断边 因为这两个吹风机的话呢 是向左跟向右吹 所以说我们大金龙呢 选择从后面飞过去的话呢 也不会被他吹风机影响 所以说我们穿一件直接断边就行 这边马王的话呢 也是扛住了女王跟叉弩的伤害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 技能也是直接被打出来 这边金身跟上飞艇之后呢 飞艇可以去爆本 他这边的话呢 也是动住了这个晴天柱跟这个地狱塔这样飞艇呢 就可以过来 很好 里面钻石雪怪 援兵的话呢 是三兵人出来这边 我靠大金龙的输出就是嘛 给他一发狂暴 遇到重武器 逮到就是一顿乱喷 哎 一下就可以秒掉这边 也是给他一只飞盾战神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帮忙收场 女王从这边倒过去 再打下这个格子里面建筑 那么这把的话呢 也是成功拿下三星 大金龙这个兵怎么说呢 确实是猛是猛 又肉伤害又高 无疑就是一只空间要占40太多了 如果你给金身的时候呢 大金龙能挡下大批黑雷 那么这一把就直接撞翻了 但是如果说来不及给大金龙全部吃黑雷 那就确实有点亏 因为一个40空间一把的话 顶多就带6条或者7条而已 就没有办法带着更多了 如果14本玩家打团体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试试大金龙或者部落章遇到16本的话呢 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流派 有粉丝说 主播啊 总是靠那什么巨大火球 尖刺足球手套 OK 今天 好吧 我就换上原始技能 勇王 野蛮人狂暴 女王这些啊 全部带原始技能啊 打一把三星 好吧 不要说 哎呀 主播都是依靠典藏月卡 都是依靠14级装备 好吧 那今天我就不用那些装备 直接打一把三星 好吧 把两个批掉 勇王调天上 然后这边一个火龙 这边来一个 两个气球探一下 然后这边火龙 然后这边气球龙骑跟上 然后这边再给上一个飞艇 给一个狂暴 然后再给一手金身 不要紧张 这个毒药塔他可以丢出来 另外一个毒药塔他丢不到 然后在这里 手动刹车 一个狂暴 隐身 然后再给一个 把城堡露出来 城堡打掉 等一下我后面双王去收尾的话 就不会被这个圆兵给影响到 再盖 把这投资炮多头打了 再盖 然后飞顿可以续上这边 对 飞顿帮忙 野王那边 然后女王下这里吧 蛮王下这里 这边收尾 飞顿开个技能 女王这边给他一个抄炸 开个墙 然后这边抄蛮 这边 蛮开个大 召唤野蛮人 然后这里给上一个冰洞 哎 刚刚抄炸没开墙啊 再开一个 然后这次开了 你要开个技能 对吧 你看 我不依靠十四级装备 不依靠典藏月卡 我也能三星啊 对吧 不要说主播不行 不是主播不行 只是懂不懂 哪怕 以后 官方删除 十四级装备 主播用原始技能 我也是可以打三星的是吧 呀 像那个什么安天帝 是吧 那个什么巨大火球的把你 你装备一给他删啊 他个狗屁都不是 懂不懂 那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的会踢足球吗 OK 我们来看一下盲王这一场的高关时刻 我去世界波 OK 今天呢 部落战还没打 主播呢 准备教你们一手足球拆阵流 你们的足球 又又又又玩错了 我有一记地震足球流 像这个阵的话呢 他中间的城堡呢 是45空间 有三个兵人 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给打掉 原兵不要出来 这里数着1234567 那足球九个目标 我们锁定这个合体建塔之后呢 原兵也不会拉出来 踢一手足球 这两个盖住 这两个呢 也盖住 那么足球就从这合体建塔 飞到这边的城堡 再往那边的插弩 还有这个防空 一起踢掉九个目标 OK 如果说你也想玩部落到没高本号 那你可以找一下一手 有上面很多部落号 国博国际部都有 安全又可靠 玩者 火影之类呢 也都有 好 来 我们直接发起进攻 然后开局的话呢 我们先用这个龙宝 还有超蛮断边给蛮王铺路 猫王呢 等一下会把女龙拉出来 先打掉 对 没错 不着急 很肉的 猫王呢 是有一万多血 够的 好 这边打进去 三个地震 外面的也要震一下 记住 中间的城堡要吃三个隐身杆 直接一手足球踢出去 世界波 我去 太酷了 我去 这一手足球踢出去 这把包伤了呀 我去 来 那穿一件就直接穿个边吧 哎 这边直接打过去 把那边的防空给打了 顺便断一下边 火龙就可以从这边直接一字化过来 好 勇王跟上 然后这边龙骑 对 不紧张 黄之后飞艇跟上 然后这里的话呢 准备给一个金身 没问题 哎 我靠 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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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事 没事 女王没了 没事 这把稳了 你看 中间这里两个吹梦机 还有城堡 插奴 这些踢完之后 包稳的呀 来 这边地震动一下大本 十个气球呢 不需要药水狂暴 我们只需要一个冰冻 冻住大饼就可以爆本 然后火龙这里给他一发狂暴 这边的火龙的话呢 给他一发毒 要毒一下对面的飞盾 也是给他一发狂暴 你看 这一把用足球拆完阵之后呢 打的也是非常的轻松 其实女王跟飞盾的话呢 可以不用下 也是可以打三星的 那为了时间关系 我还是打快一点 对 你如果说 多线操作起来 那这里 这手流派的话呢 也可以打的挺快的 嗯 时间也是剩下一分多 ok 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去练这个流派 记住城堡有五千六百生命 是需要三个地震再加一个足球 然后地狱塔的话呢 只需要吃掉一个地震 一个足球就行 插挪要两个地震 然后其他重武器的话呢 要三个地震 对 你只需要这样记住就行 所以刚刚地狱塔吃一个地震 我往外震的话呢 主要是震那些小屋 不让他们修补 那么这一刀的话呢 成功拿下三星 最近的德鲁伊呢 也是玩上头了 有粉丝说打部落战可以看阵型 20个德鲁伊比较轻松 你敢不敢去传奇联赛试一次 没什么难度 直接冲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阵型 这个阵型的话呢 也是一个满16的阵 但是这个阵的话呢 火球就不能去砸大本 我们呢 只能砸城堡 这个下面这个毒药塔 然后把周围几个重武器带走 这个就是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地方了 好 隐身盖住 火球砸出去 再加上一发地震 nice 这一片就没了 然后永王的话呢 跟上两个德鲁伊就行 两个德鲁伊就是四个天使的量 女王的话 确实这个阵呢 也不太好穿 那我们只能先下蛮王吧 好 我们先把毛下在上面 永王的话呢 不用管 等一下看见德鲁伊没了的话呢 我们再去上两只就行 对 一般两只两只的下 不要下多 女王这边的话呢 带的是穿一件跟天使 我们穿过去之后呢 有三个天使 然后再加上一个德鲁伊就够了 永王这边两只德鲁伊变成狗熊之后呢 我们再去上两只 然后尖刺足球踢出去断个边 这样毛呢就可以拐进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俯上一个空头箱 对 这就是为什么传奇比较难 因为传奇你配兵配了这么多的隐身跟地震有时候是用不上 但是你带少了 有时候却不够用 像多代隐身的话呢 女王走到敌方内部的话呢 晴天珠要打我们的女王 我们可以隐身保护一下 好 我们就从这边下两个德鲁伊再续上永王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下个飞盾去偷这边 当你们还在担心我没有兵收尾的时候呢 你看 时间还有剩下一分钟呢 就结束战斗的 我们的臭狗熊呢 就是可以拿来收尾的 对吧 20个德鲁伊就有20只狗熊 最近的话呢 也是用这个流派一直在冲杯 发现还是挺稳的 8刀都是最少有六七刀可以打三星 嗯 怎么说呢 还是现在的英雄装备太强了 OK 如果你也对这个兵种有兴趣的话 还没解锁 可以赶紧去解锁这个兵种 这个兵种的话呢 其实陆地流派呢 基本都可以搭配 并且也可以搭配我们这次玩 OK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